OK我们来看一下第13章的历届part 3的部分 这个是最后一个部分了 剩下的是12题的应用题 给第一题某人购物和电视总共用去了35800块 数年后该屋涨价了100% 这个电视却掉了50% 那总价值变成了70700块 那请问物质跟电视的价钱原价是什么 我们假设它是原物质的价钱是X 电视价钱是Y对吧 那么两个加起来就是35800块 那因为物质的价钱涨了100% 这大家要注意涨100%就代表变成了两倍的价钱 我们就会得到2X 电视降了50%就是剩下50%的价钱 就是一般了 所以是Y除以2 就会等于这个70700块 OK大概是这样子了 那如果第二个方程式呢 我们再乘以2 可以吗 一般上这个有点大 不过别过去 我们还是不喜欢 不喜欢这个分数 我们第二个方程式乘以2 就会得到4X加Y等于724 724所以141400 这个是大概141400这样子 这是第三 过后呢我们来第三次减第一次 就会剩下3X 对不对 14141400减去35800 对齐一下 不然的话减错了 12345678剩下6 结尾5010 所以是105600 除以3嘛 339 15 5315 32600 这个应该是35200 就是那个物质的价钱 过后呢 你再带回去第一次 3万 应该不难的 35800减去35200 剩下600 所以电视的价钱600块 对不对 然后物质的价钱是35200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了 第二题 逆流而上10公里 需要20分钟 顺流而下10公里 需要12分钟 请问船在进水的速度 和水流的速度 分别是多 我们假设一个是X 一个是Y OK 逆流 逆流什么意思 逆流是X减Y 好 10公里需要20分钟 这个我们用距离除以时间 就等于它速度 OK 所以是X减Y 当然你的速度也没有规定说一定要用公里和小时 你可以用公里和小时吗 我们巡礼把它换成小时了 20分钟是三分之一小时 对不对 也就是说10除以三分之一呢 我们就会等于30 另外一个呢 顺流就两个相加 10除以12分钟 12分钟其实也是很 很美妙的一个数据 因为60除以12就会等于5分之一 这个其实是5分之一分钟 所以你把这个分母乘上去呢 你就会得到50 所以第一个方程 就是X减Y等于30 X加Y等于50 我用1加2 就会等于2X等于80 X就会是等于40 X等于40 Y就会等于10 对不对 40减10等于30 40加10等于50 所以那个传的速度是40 那个水流的速度是10 就这样子 对了 第三题 陈先生购买15分 15分就是15仙的意思吧 然后两脚就20仙 的邮票 总共50张 所以如果假设呢 这两种邮票是 X张跟Y张的话 首先X加Y就等于50 15分就15X 20角就20Y等于这个8 快一毛 8.010 就变成了这个810 810 那这题怎么做呢 我先用第二个方程是除以5 因为好像都是5的倍数 我就会得到3X 加4Y 等于515 31的话 6530 然后520 这个我把它称为第三次 这样我的第四呢 就乘以3了 就得到3X加3Y等于150 这是第四次 我们再用第三次 减第四次 就会得到Y等于12了 Y等于12的话呢 再带回进去第四 X就会是等于50-12 可以38 OK 15分的 看起来啊 15分的买了38张 两脚的买了12张 正确 OK 第四题 我先看一下Jaden做 做做做做做做 做做做做做做错 他看到说 哎老师 陈先生的年龄是 小千的5倍 X等于5Y咯 不可以mail 三年后 他的年龄只是小千的4倍 所以为什么你减3呢 三年后一个年龄加3 怎么减3呢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的两年前 你没有减2 对不对 所以照理来讲 你应该是说 他们现在 因为问题问是 他现在几岁 所以我们一般上呢 他问题问现在几岁 你就是现在分别是 X税跟免税 那两年前 你就是X要减2 Y也要减2 所以应该是 X减2等于5乘上 Y减2 那三年后 就是X加3 Y加3 那小千的4倍 就是X加3 等于4乘上 Y加3 这一边我们先整理一下 第一次整理 X减2照超 5乘进去 5Y减10 这个-2移过来 -10加2等于-8 5Y移过来 变减5Y 然后第二次呢 X加3 4乘进去 4Y加4 12 然后4Y移过来 X减4Y 3移过去 12减3等于9 过后这两个方程式呢 第四次减第三次 你就会得到-4Y 加5Y 得到Y 9减-8 就是加8 9加8等于17 Y等于17 然后你在第四次 17乘4 7-4-28 4-1-4-5-6-68 X减68等于9 也就是68加9 就会等于77 陈先生 应该是陈公公的 60多岁 70多岁 所以陈公公 应该是77岁 然后呢 小倩呢 是17岁而已 所以这个是 这样差得蛮远一下 OK 第五题 某园主 购置100公斤的肥料 60公斤的杀虫药 共付460元 第二次则多付了220元 购置了三 购置买 又购置 又不用 购置就不用买了吧 不好意思 我看到 他把华文出问题 我也忍不住 要改一下 OK 购置就不用买了 OK 300公斤的肥料 40公斤的杀虫药药 所以他们肥料跟杀虫药分别是多少钱 因为假设肥料是X块 杀虫药是Y块和公斤 那第一次购置应该是100X加60Y等于460 第二次购置是300X加40Y等于460 然后再加上220 对 可以 过后 过后要不要越掉一个零件 我个人是觉得可以越掉一个零 呃 与同呢 就直接看到100跟300 差个三倍 他就第一次直接乘以3 好 就得到300X加638 180Y 然后呢 638 438 412 经位13 1380 过后呢 这个第三次减第二次 180减40 就会等于140Y 这两个相加应该是等于680吧 所以呢 1380减680 得到700 700除以17 应该是4 我们先越减4 越减7得到2 越减7得到10 所以10除以2就会等于5 所以这一个肥料那边应该是1公斤 5块 1公斤5块 然后呢 他带回星期第四 5块乘以60 6530 300 460减300 得到160 160再除以100 就会等于快乐 肥料很便宜 原来 肥料每公斤1块6 那 撒虫料每公斤呢 是5块 非常好 正确 OK 第六题 5800张纸 它要丁成两种练习簿 共300本 那一本练习簿呢 是每本10张纸 另外一本呢 是14张纸 假设 这两本 各有多少本 那首先呢 我们10张纸的就x本 14张纸的就y本 x加y等于500 10x加14y等于这个5800张纸嘛 来5800 然后 还是喜欢做 还是喜欢做这个 加减 带入校园 所以y移过去500减y x等于500减y 带进去第二次 10乘上500减y 加上14 然后呢 乘以10就会等于5000 减10y 加14y 等于5800 5800减5000 就会等于800 好 14减10就会等于4y 800除以4就会等于200 y就等于200 y等于200 你在第四的话 你就会看到x等于300 所以 这个10张纸的那个呢 一共300本 14张纸的一共200本 正确非常好 OK 大概是这样 第七题 若两列火车相距1000公里 两站同时出发 同时出发 同时出发 应该没有写到 应该要是相向而行 我个人是觉得 应该要写相向而行 OK 10个小时后 相遇 假设第一两是x 的速度 第二两的速度 是y的速度 就会得到10x加10y 等于1000 这个就是他的第一个方程 10x加10y等于1000公里 来 这是第二个方程 第二个方程 如果第二列火车 比第一列火车 延迟5个小时出发 那第一列火车 出发13个小时后 13减5就会等于8 所以第二列火车 所以第二列火车只走8小时 可以这样看 然后才相遇 也就是说第二个方程是13x加8y 也等于1000 那这个方程怎么解呢 我们第一次你可以看到可以除以10 基本上是10x加8y等于100 然后这个方程是怎么做呢 这个是第一次 这个是第二次的话 我们第一次乘以8 我就会得到8x加8y就会等于800 这是第三次 我们用第二次减第三次 13减8就会等于5x 100减800就会等于200 200除以5呢 x就会算到40 所以第一列火车速度是40公里 每小时 那第二列呢 x加8y等于100 这样y就会等于60 第二列火车速度是每小时60公里 大概是这样子 蛮好解的啦 OK好 大概是这样 第八题 某工厂原有1000名员工 一年后 该工厂的男性员工增加了10% 女性员工减少了10% 总人数增加了40人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原本有x跟男生 男 男 男员工x人 女员工y人 x加8人1000 只是说你在这边乘上10% 不是很对 因为他增加10% 所以应该是要乘上110 好 所以这边应该是1.1x 然后加上0.9y 等于1040 这样子才对 这样子才对 当然小数点不是很美丽 我们就乘以10了 就是11x加9y 就会等于10400 那这个要怎样解呢 你第一次乘以9 你就会得到9x加9y 等于9000 好 再负减 你就会得到2x 对不对 11-9那2x 这个去掉 然后呢 就会得到1400 所以也就是说男生有700人 所以基本上你基本上这个解不出来的 因为你第一个方程是已经错了 好 不是除以10 减少10% 就一共是90% 你乘以90% 98%是0.9 好 所以这个是前面这个乘法乘错了 大概是这样 我们不会讲 就我们再回去看 XY等于1000 这样Y应该是300 好 所以他呢 男员工应该是700人 女员工应该是300 由于10人的关系 我要再快一些 第9题 以至两位数的整数 两个数字之格是11 所以假设10个位数 10位数是X跟Y的话呢 X加Y等于11 两个数对调 就是说他原本的数是10X加Y 他对调过后呢 就10Y加X 好 那心数 心数是这个 比原数多45 所以你可以讲说 他是10X 10X加Y加45 等于这个心数 10Y加X 我们第二个方程是很复杂 好 我们先整理一下 移过来9X 移过来减9Y 移过去减45 除以9的话呢 就会得到X减Y 等于负5 等于负5 OK 这是第二次 所以第一加第二呢 你就会得到2X等于6 X就会等于3 而Y就会等于8 这个原本的数 这个原本的数应该是38 掉短过后变83 应该是这样 原本数38 对了 大概是这样 再来看第十题 775 775人分 做28两 84 有一种是25个人的 一个种是30人的 假设25人的有X两 30人的有Y两 首先X加Y呢 一共是28两 25X加30Y呢 要在775人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方程是 我们先做第二个方程是除以5 因为都是5的倍数 5 5X加 5X加6Y等于515 525 525 这个是第三次 然后第四次 乘以5 就会得到5X加5Y等于5 840 520 11 12 13 14 14 14 0 所以这是第四次 我们第三减 第四就会得到Y等于15 Y等于15嘛 X就会是等于13 OK OK 所以第一两呢 是13两 第二两15两 正确 OK 两年前 父子 父亲的年龄是儿子的年龄的四倍 这个你要注意两年前 就是X选二 然后Y减二要乘以四 你这个要挂虎起来 你没有挂虎也是做错的 所以因为你挂虎 沉进去的话应该是减八 所以这边应该弄错了 所以加二加二 4Y应该是负八加二应该是负六 所以这边应该弄错了 三年后 三年就是X加3 Y也要加3 但是应该也是要挂虎 所以第二个方程式 是X加3等于3Y加9 OK X就会是等于3Y加6 所以这两个方程式相等 这个是第三 这个是第四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 X4Y加 4Y减6等于3Y加6 移过去 4Y减3Y等于Y 6加6就会等于12 Y基本上是等于12 再带进去第四是 X等于3乘12等于3乘6 6再加6等于42 所以那个父亲年龄 父亲年龄42岁 儿子年龄12岁 就找到了 所以差一点点了 宇童还好 没有坐下去 坐下去就是做到很厉害了 所以注意 那个减 那个两年前的 那个税数要跨幅起来 不然也就是 那个两年前没有成到 第十二题最后一题了 某个数学比赛选择题分成了两组 第一组十题 每题四分 第二组十五题 每题七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倒扣的 一般上数学比赛会倒扣 这边没有讲 他得分84分 共答对15题 那假设他第一组答对了X题 第二组答对了Y题 X4X就是因为他四分 4X加7Y等于84 没错 第二个方程是 因为他一共答对15题 你要看到这一边 所以这个是 X加Y是等于15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程 这个第二方程 第二个方程 如果我会乘以4 乘以比较小 那个数 4X加4Y等于4520 41456610 这是第三次 我们第一次减第三次 4X减4X去掉 7Y减4Y就会等于3Y 84减60 就会等于24 24除以3呢 就会等于8 所以基本上 后面那一题是8题 第二组他对了8题 第一组呢 因为7加8等于15嘛 那就是说 待会进去第二次 你就会算到X等于7 所以第一组 他答对了7题 第二组 他答对了8题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了 请看